哈喽大家好,我是小强表麦,布丁,无人侦察机,是一种极寒模式的战略物资,对战中可以用来寻找敌人,但是这个物品有个缺点,那就是有着距离限制,它的飞行距离不能超过350米,高度也不能超过50米,所以可以看见的距离有限,但是经过布丁多方面改进,现在我的无人机可以追到百米高空。 不信,布丁带你见识见识,首先来到航天基地,将场上的捣乱着小伙子送走,避免还有敌人,找个角落开始第一次飞飞。 经过布丁多次测试,无人机虽然只能飞到50米,但只要有新的落脚点,那么它的高度就会重新计算,看,就像射频一样。 到达上面不用急,靠近旁边的柱子就会再次刷新。 OK,第一次是飞成功,但是现在是暴风雪期间,不能看清前方风景。 先待机,等待暴风雪过去,有其他无人机声音,刚好我的无人机没电了,过去将叉灯抢过来。 嘿嘿,两个无人机到手,启动新的无人机,尝试飞到火箭领布。 第二次是飞成功,现在我已经在地图的最高点,看地面上的敌人已经变成小蚂蚁,但是在上面视野非常宽广,可以更快速地寻找到载具。 嗯,好了,本期节目就到此结束,觉得有用的小伙伴,给个关注和点赞呗,爱你们哦。